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索拉有一次来这里 他就对两个二十来岁的实习生说 他们二十多岁 我记得刘索拉对他们说 你们十年以后会比现在更漂亮 那两个女生一震 当时就一震 因为他们二十出头 刘索拉这句话绝对是真心跟他们讲 真的 我现在看见广美 我都不喜欢小女孩了 我觉得 人家一直说 中国人就比外国人这方面差点 就是说中国男人能够欣赏 这个审美领域比较狭窄 岁数 我记得那还是你教我的 说两个人的年龄总和不能超过一百 是你教我的 是吗 谁跟你说的 两个年龄那不是都是半百之年吗 不能超过 那就是不能超过八十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二十岁的时候 你能够接受跟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拍拖 但是等到你六十岁的时候呢 因为总和不能超过八十嘛 所以你六十岁的时候你要追的小女孩就得大概二十岁左右的 总共是你高我的吧 这种话应该不会有别人 应该就是你高我的 那那个杨老师呢 我说的是杨振宁老师呢 他一个人全包了 那是人间传奇 就是 全包了 正好的比例是一半加七 对 对不是 我是说什么来着 就是说夸夸广美先 然后呢 再说说啊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女人呢 也有非常可恶的一面 你发现没有 我有很多面 不是 我就说啊 这真的 我我有一个感觉 可能会得得罪这个 这个一些女性啊 你就先得罪我 我认为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少数的吧 少数的大陆的女性 我认为 他们呢 因为历史的原因啊 现在处于一种啊 找不着自己的范儿的状态 你懂我的意思 找不着自己的范儿 我有时候觉得呢 我们当年呢 搞的那种就是性别无差异化 经过了那么一个年代 铲除了过去的一切 没错 你铲除过去 没大概是很难说 但是呢 问题是新的是什么 我这个在有些地方 我就感觉到 这个少数大陆的女性 我有时候觉得 他们找不着自己的范儿 而且呢 所有的女性 我认为都有一个 我不理解的问题 也不是所有的了啊 就是说 我不理解 为什么有的时候 女人会这个当街 当着众人 歇斯底里 你看街上经常见到这男的啊 就是 家丑不可外扬 你怎么在大街上 我怎么见到好多起啊 这女的就在大街上 就能给你打起来 就这女的发火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证人 因为其实是弱势 她觉得一对一 跟男的吵 吵不过 所以她要有见证人的时候 她来发火 你别看在大街上 她叫得很凶 那个男的好像很窝囊样子 回家那女的就没那么凶了 哦 是什么回事吗 所以其实是女性被男性欺负 所以你说的都是女性主义的胜利 不一定 我跟你说 有一个有一个女性 她欺负全车的人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女人说起话来也够损的 那这都是全车的游客啊 我最近呢是看到一个啊 我为什么就从这个这个这个女导游 实际上想到了女性美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而且还她还不是我们大陆的女性 香港的吧 我估计香港的女导游饿起来能饿到这个程度 有一段视频 我看了 我很想给你们看看 你们你们来看看这种女性美 三天冷冻比赛 这个世界 你对别人好 别人就会对你好 现在是你们在欺负我的 不是我欺负你 我给你吃给你做 但是你们都做出 你对这个的话 你下辈子以后要还出来 人就是这样子的 你们现在走里面一个半小时 我不管你任何人 不要说我说我没有需要 我等一下吃饭的时候 你说我也没有需要就吃 今天晚上这酒店 我会把酒店的房门全部给搓上 我们没有需要是住的 要内不够的 对不对 不要跟我说有没有需要 可能那次你们选择 我还是没有的选择 你瞧见没有 这女导游饿起来 能够 你记不记得 你知道世界杯之前 香港出一事吗 气死我们一前乒乓球国手 活活气死 我天哪 其实后来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之后 我现在发现 其实他真的叫做冰山一角 而且还叫客气的 以前你听过几年前有那个 就是导游把那个团队给扔下来的 就把他们扔在街上 因为他说有些呢 就是他们有些团还很可爱 他们是被一些可能当地的导游给旅行社给卖到深圳的团 就说深圳我就负责了 我一个人可能收五百块钱 我就把你带到香港去玩 然后呢你来的第一天有酒店住 但是第二天呢 要出去玩之前 全部打包啊 先全部那个check out 要全部先离店 把你们行李带着 要看你们今天的消费总额够不够 如果够 再接日回去住 如果不够 轻则找破酒店给你们住 重则一气 前返 哎呦天哪 但是他并根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那个非常低费用的那个旅行社 这个旅行团呢 这个旅行团呢就是说到香港让你坐飞机住酒店玩三四天一千块钱 所以所以你当你选择任何有常识的人你选择了这个团 其实你就已经知道你必须后面要付出很多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除了除了他的态度凶以外啊 他整个这种团的运作啊 我觉得团员不是完全除非他完全不知道 他完全是被哄骗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他是 那我觉得 那您说还有零团费的 我觉得你不能骂人贪小便宜 问题在于你为什么提供了这个东西呢 嗯 所以那你相关旅游业协会 那你为什么允许这个堂而皇上你提供这种零团费的团 美国也有美国也有 美国你如果你在加州吧 你可以参加一个团到拉斯维加斯去 比方说很便宜 比方说100美金 给你三天五星级酒店 还给你吃很好的东西 但是谁都知道你去这个团呢 你去了以后你就要赌多少钱 嗯 他发你多少钱的票 比方发你五百块一千块 你赌输掉这一千块了 完了你的责任就完了 赢了是你的 所以你的团费是一百块